美国9月3日宣布对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提出刑事指控 指控他们策划支持和实施 10月7日以色列南部致命袭击 针对该激进组织头目辛瓦尔和至少其他5人的指控称 他们策划了10月7日的袭击导致1200人死亡 其中包括40多名美国人 那次袭击引发了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 造成40,8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大部分领土被夷为平地 司法部长加兰在一份声明中说 正如我们在申诉中所述 这些被告拥有武器 政治支持伊朗政府的资金 以及真主党的支持 他们领导哈马斯摧毁以色列 并谋杀平民 以支持这一目标 演员乔治·克鲁尼9月1日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应该因他放弃权力的无私行为 而受到赞扬 克鲁尼在威尼斯电影节上 为他的新片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自己的呼吁不会被记住 这是他对7月份呼吁拜登放弃连任竞选的首次评论 从长远来看 63岁的克鲁尼说道 应该记住的是一个人的无私行为 你知道放弃权力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过这种情况 如果有人说 我认为有更好的前进道路 所有的功劳都归于他 这确实是事实 我对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状况感到非常自豪 我认为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 我认为我们都对未来感到非常兴奋 克鲁尼还表达了对拜登的钦佩 并表示将视他为朋友 白宫新闻 白宫发言人 让皮埃尔在9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记者表示 政府对最近的土耳其发声的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预袭事件感到不安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和当地州长办公室表示 土耳其民族主义青年组织周一在土耳其西部 袭击了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并补充说15名袭击者已因该事件被拘留 让皮埃尔表示 这次袭击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华盛顿赞扬土耳其警方的行动 并提到海军陆战队员现在安全返回 黄蜂号航空母舰 据彭博硕周二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英伟达已经收到美国司法部的传票 监管机构正在寻求证据 证明这家人工智能巨头违反了反垄断法 报告称反垄断监管机构 此前曾向企业发出调查问卷 现在正在发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请求 报告补充说 官员们担心这家芯片制造商正在加大转向其他供应商的难度 并惩罚不专门使用其人工智能芯片的买家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